为了让隔代教养或是特殊家庭 以及社区的孩子们都可以挥洒自我童真 发挥创意 吉安乡公所特别结合永安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办理了儿童粉彩化研习课程 运用了社区多元空间 聘请了专业讲师为孩子们开启两个月的粉彩创作教学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前往跟孩子们加油鼓励 墙面上一只排开挂满衣服服美丽画作 这些全都是社区小朋友在跨年龄共享课堂中 所绘制出的童话创作 20名学童在老师的带领下 天马行空发挥无限想象力 运用色彩与线条描绘出心中的创意 吉安乡公所希望扎根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让我们的孩子不同的家庭来到这里 共同的创意来延展自己生命故事 认识更多社区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们希望带来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多元的一个创意延展在社区 吉安乡公所一定会到位到 我们从儿童到银法族到青年 所有不同活动的一个努力的推展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为了让隔代教养或是特殊禁育家庭 以及社区的孩子们 都可以毫无拘束地挥洒自我统真 吉安乡公所特别结合永安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办理了儿童粉彩化研习课程 希望能在校园的正规教育外 也培养社区儿童艺术涵养与抒发情绪 而这班学习列车将从永安社区出发 并接续在甘城社区开设 线上英语课程及夺媒财公益研习 由跨领域多元学习模式 带给孩童丰富的观察与学习体验 创造更精彩的童年故事 记者 徐丽晴 吉安乡报导